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仰腿后腿着地 撒鸭子狂奔 如比蛇蟹逃之夭夭 小子你害死我了 这醋要跟着你一起渡截了 大黑狗虽然冲了出去 但是不像上次 今天主动对抗参与到了当中 无论逃到何地 他都要经历一场天结 这就是所谓的连带 不以地狱威胁 现在纵然找个地方 刻七天阵纹也晚了 叶凡 将自万龙朝得到的仙真取出 将太古圣人收了进去 而后将万物母气顶悬在头顶上方 让其一起渡截 因为他发现 每次渡截 此顶都会烙印 与交织出些许法则的印痕 这是让其向极道圣兵演化必须的一步 不仅如此 叶凡将恐怖的神念也外放了出来 眉心的金色小壶化成一尊仙王 与他一模一样 盘坐额前也一同接受雷点洗礼 他以可怕的天节锤炼几身 进行全面的升华 此时进入到四级大圆满之境 金色血气旺盛 斩力提升了一大节 惨叫此起彼伏 这里如人间猎狱 叶凡的天节太恐怖了 圣主级人物都承受不住 更遑论他人 叶凡不断出手 连续毕掉多人性命 半步大能都已经死了两人了 化为结徽 此时他见到了万初的两个太上长老 还有他们的圣女赵燕燃 合力祭出几件重器 对抗劫难 都快形神俱灭了 所有人都变色 见叶凡走来 默不恐惧 扑的一声 叶凡冷酷无情 头顶万物母气顶 一步一步逼紧掌刀切出 万初圣女的头颅斜飞了出去 砰的一声 无头尸体还没有来得及 喷出鲜血来 就被电芒化成了焦炭 而那颗头颅更是 砰的一声炸裂了 万初的两位太上长老大叫 圣女 圣女 可惜 也未能逃过死劫 砰的一声 两人被叶凡引导下的混沌蕾丝 化成了飞灰 彻底的烟消云散 叶凡眼眸深邃 引万丈神殿灌体 不断淬炼肉身与神石 还有万物母气顶 浑身晶莹 此时 她的机体与骨骼都在流动光彩 比以前更强大了 而她眉心前金色神石化成自己 虽只有拳头大 但却在吞吐漫天的雷点 这种景象恐怖无比 仿佛要将整片天节都蹊径 她吐纳雷起 将神念锻造的无比强大于坚韧 此时 金色的小人排泄而过 如七彩琉璃一般 通体无瑕无垢 一片璀璨夺目 至于母气顶也在变化 多了一些细密的纹络 烙印进内壁中 玄傲莫测 正是开始交织盗鱼里 向圣主及兵器演化 叶凡在不断的蜕变 全身上下都一片绚烂夺目 每一寸血肉都在闪烁宝灰 她一路前行见到了很多尸体 其中圣子级人物 已见到七八人扶珠 化成了焦炭 终于 她见到了一位大能 早已逃离出雷海 在远处的雪垫上 渡自己的天节 毫无疑问 这就是连带的影响 无论你逃到哪里都没用 必然要跟着渡劫一遭 叶凡常笑 机体明警 仙尘不染 吞吐雷海 快速的冲了过去 携万军神雷而至 我来助你一臂之力 你 这位大能恐惧 他从来没有经历过天节 自己都已经承受不住了 被迫停于此化解 怎么可能会接得下叶凡那非人力可撼动的各种雷光呢 哄的一声 雷海袭来 恰巧混沌天雷降落 绝世恐怖 一片雌目 物思不多 但是却碎灭万物 这种劫难 连叶凡都要磕血 万物母气顶都会颤动 留下不少痕迹 这位大能虽然强大 可是却对抗不了 啪叉一声 仅仅酒机 他的兵器都成为了积粪 永远的消失在了天地中 而后 八十一道混沌雷丝连续的披落下来 打得他如风中荷叶 狂乱舞动 他惨烈大叫 小贼 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 哼 原来是道医圣主的师弟啊 你是李沐青 我在姚池见过你 八十一道混沌蕾丝披过 大能李沐青成为杰灰 就此从世间出名 叶凡调息 没心的那尊金色小人 如海纳百川 将所有混沌电芒都吞了进去 不断的淬炼 他的肉身与鼎翼如此 共同经历 如神明一样在发光 流动出梦幻一样的光彩 灿灿生辉 在这一刻 他名副其实的 是一个行走在人世间的神灵 天节不可亲 大难不能临 在无尽闪电的海洋中行走 他见到了一句又一句的交谈 不断的亲手斩灭未死的人 半步大能都共有四人 身死盗消了 你是恶魔呀 你可知杀了多少人 他们是什么身份 东皇要大地震哪 当叶凡引动万丈雷宝 将第二名 正在自己杜劫的大能送上路时 他这样说道 叶凡不为所动 我说过 今天要发生神迹 斩你们所有人 他杜劫正道 而其他人却在不断的陨落 不断有惨叫声传来 一片可怖的景象 虚天着齿 每一寸空间都是电芒 大地焦黑 无尽紫芒 毁成雷海 天节还没有过去 而且越演越烈了 越发的可怕 茫茫一片没有尽头 地上有一句句尸骸 确切的说是人形骄痕 也不知道有多少人丧命于此 叶凡没有去点数 凄厉的惨叫 如末日一样的场景 半步大能嘶吼却无力回天 法宝裂开 直挺挺的倒了下去 很快 他就在电光中成为了结灰 连骨头都没有剩下 一身的重宝 结成积粉 什么都没有保存下来 叶凡如死神一样 头顶万物母气顶 双目中神芒绽放 一步一步的行走 无情的斩杀幸存者 既然出手了 他不可能心存富人之人 死亡是他送给敌手的归宿 没有其他可以选 叶凡啊 我是丰族的人 无意加入进来 受他们蒙骗了 一个虚弱的声音传来 此人以一宗神秘的宝物支撑 不过却也坚持不住了 定丰珠 叶凡惊讶了 这是丰族的一种秘宝 外人无法寄恋出来 虽然名为风珠 但却可定地火风水 此时拳头大的宝珠 出现很多裂痕 可还是发出柔和的光滑 阻挡电芒 护住了他 只是 偶尔还会有雷霆冲进去 他已经身负重伤 将行神俱灭了 丰族也派人来了吗 叶凡眼中冷了下来 俯视着他 没有 只有我无意闯了过来 我是凤凰的堂兄 我们差点成为一家人呢 他 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一样